八年前我在出国之前 还不能够就是完整的看完一本英文书 即便是很小的一本英文小说 现在的我基本上就是 把看英文书当中生活中的一部分 也是我获取 经营了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我看什么东西都是默认的看英文书 那么我这个视频 我就想把我个人的这个经历和蜕变故事 和大家分享一下 说不定对大家 想要把那个读英文书 这件事情做的比较轻松的朋友 可能会有些借鉴作用 就是八年前八九年前没出国之前 我当时是在上海读书 那个时候我也偶尔就是 中午的时候去买过那个英文小说 也试图了看看能否把一本英文小说给看完 当时是看得特别特别满 为什么呢这个原因 是因为就每到我翻第一页的时候 我肯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单词 完了之后我就会停下来查看中英字典 对的 然后我旁边就要有个中英字典 因为那个时候八九年前还没有很流行的手机 但是我印象中非常深刻的 我入那个有道词典 入的特别特别多 即便是现在我公司里面 我有些人有些开会议的时候 有些同事sell他的那个屏幕 我也看到他还在入有道词典 国内还比较流行 那个时候就是我入有道词典 他是一个免费的然后网上你也可以或者是你也可以下载他的一个 desktop app 都可以用 当时我就是说我用有道词典 然后把那个中文印词的标记在我看到这个单词的旁边 这样的话就是这样一个不断的自我 学习新单词的这种习惯不断的查阅中英字典 不断的记录下来这个 英文到中文意思 这样一个习惯反倒阻碍了我 读完整本书 让我就很难完整的看完一本书 觉得就是这样就是持续就断断续断续 等我查到这个单词我就忘记了前面一页我看到什么东西 看到了什么内容 如果是一本小说的话 我就忘记了我前面看到的故事情节 我就 就脑袋印象中只记得啊 我刚刚查了一个新单词 然后我记到现在这个新单词 我满脑子记得全都是啊 一个新单词新重点 就一个像传统的中国英语的教学 就是要记单词查字典 把不会的单词标记中文意思 人那个时候我就形成这种习惯 遇到不会的单词要请查字典 这是以前英文老师说的 不要看到不懂的单词要跳过去 要查字典不能跳过去 就是这样一个 所谓的老师教育的学英语的方法 方法我觉得是 是让我就无法读完整一本书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因素 查字过很多次我觉得啊 我可能这一辈子也不会把一本一文书看完 因为太多的生单词了 我也无法记这么多的单词 即便我以前也读过红宝书 也考过加义 我基本上就看中文的 比方说我是学医学的 我想在学习 其他的医学相关的 进他什么 这些相关的东西 我基本上去推广 借的都是中文书 我再也不借英文书 因为借英文书 我发现 就我一页两页我都看不完 当时就是我出国的第一年 我当时是在荷兰来队 有一次就是老师 我们的教授 发给我们每人一本书 那是我有时候以来 第一次 就是有老师 发给我们自己 就是不是自己买的 就是课堂上老师发了一本英文书 当时他们说让我们带回去回去看 当时我和我另外一个同学 也是我那个墨西哥好朋友 他现在是我的好朋友 那个时候就是 也就是同学关系 然后那时候我们一块去图书馆去学习 他当时就在我旁边 他就是 一页一页翻得很快 很快就基本上就是 他基本上就一两天之内 就把一本书就看完了 当时 他对比起来 我的看着速度完全行的对比 他看说基本上就是那种很轻松的 就是 没有任何语言的障碍 就像他默认 是自己的母语一样 尽管他的母语是西班牙语 但是基本上就没有任何障碍 当时 我呢就迟迟的第一页 第二页都没有翻得动 我也不 我当时我也不好意思 虽然我在图书馆的时候 也带了我的电脑 但是我是真的不好意思 我看到一页有一个本书 但是 然后我就查 有道识点 然后把中文意思标上去 我是真的不好意思 我 我觉得太丢人了 我这个同学看到我这种 就是难着 然后疑惑的问我 问我 是不是 我从来没有读过一本英文书吗 他觉得很好奇 因为我毕竟是 来 荷兰读研究生的时候 我在国内也是我高等教育的 他就不肯思议 然后我对他说 我说没有 我说我大学学的都是中文 我没有看过英文书 他说 但是你 大部分应该单词 大部分单词都认识吧 然后我说 是的大部分都认识 但是 然后我就 老是把重点就放在那个基点上 放在那个圣诞词上面 我就说 可是 所以有些圣诞词我不认识 我就纠结那些圣诞词 然后他对我说 你不一定要弄懂每个单词的意思呀 你只要把握住这个文章 这个书的中央信息就可以了 然后他也说这个教授只是让我们阅读完这本书 然后下次在课堂上面 分享给其他同学自己就从这本书上看到的东西 自己理解的东西 而不是说你从这本书上学到了多少圣诞词 我当时是真的 突然那一刹那 好像被点醒了一样 就感觉的 说到中国 从中学一直说到大学 甚至说在国内都研究生的时候那是教育 英语的教育 就突然一下全推翻了 啊我觉得啊 原来圣诞词 可以跳过去了 原原来那个重点不是 就基于每个圣诞词 要记住每个语法 每个句法都弄明白 而是要把关键的那个 你读到东西要弄明白 你把那个信息给捕捉到了就可以了 那其实现在想想也对啊 有时候即便是读一本中文的小说 可能我们有些句子也理解不通 可能也会碰到圣诞词吧 就生生或生次 可是好像我们 没有就对中文人不会呢 旁边在拿一个 字典然后在查吧 都一个成年人好像我没有看到一个成年人在看一个中文书 然后旁边还要放美词典嘛 至少我没有看到过 你知道那个时候 因为是还在 就是在和那来队是读书 就基本上就是说 还是学生的状态 所以老师和同学都特别特别宽 不是那么苛刻 因为我班里是唯一 一个中国人留学生 他们不知道中国留学生的 那个就比方说 阅读整本书 阅读外文书 对他们来讲的挑战难度是什么 他们没有那么看见 所以当时他们 我也发现就是我周边的我同学啊 还有老师 他们 信里面都知道 都看出来了 就是我的英语比其他的同学都差很多很多 但是呢 对于看英文书这回事 他们却相信我可以阅读一本书 以我的就是 我考雅思的那个成绩 怎么着我读一本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也相信我 建议我可以把我 就是从这个书 看到的东西和大家分享 那我 我真的那个时候就受了很多很多正面的肯定 我现在还要说一下 真的我能 墨西哥那个投资真的帮我很多很多 对我非常正面肯定 他没有就是说 笑话我或者是嘲讽我或者是 鄙视我 没有他又觉得 他很惊讶 我看不懂一本英文说 完了之后他也给我 很多 就是出了很多 就是想法 建议 让我去尝试 我真的很感恩 我刚来荷兰的时候 不是直接去做博士 是直接像学生一样 是上课 对 自从那之后 我也 我也说不清 我也记不清 到底是哪个具体的时刻 但是我是真的就是 像一个几十年的淹民一样 突然就是 开始执行 那个戒调 我那个就查一个中英字典了 这样一个习惯 就每次比方说我看 我看文章 我碰到新单词 我 我可能也会查 但是我是基本上 就是 Google 英英翻译 不是说是 我已经把有道词点 倒就扔了一遍 我再也不用了 我估计这个就从我开始依赖 游到字典 中英翻译 到完全的抛弃它 好像半年时间 可能很多人说 如果没有中英字典 这个帮助 那么我就会 我会阻碍我 我看不懂 我看不懂 这个句子 是什么意思 我就 读不到下一页 读不到下一页 我怎么可以把这本书看完呢 我觉得就是 可能人就像有这样一个思维 但是你只要大胆了 把这个什么 这个所谓的管杖给扔掉之后 其实是加快了你学习单词的速度 因为你学习新单词 你是用英英翻译 比方会碰到陌生的单词 你会用这个单词 就用英英来翻译 在翻译的过程中 你又学习了其他的新东西 它这个连锁效应 也这样也其实也是加快了你的阅读速度 因为你大脑里面充实的全都是英语的概念 你大脑里面的故事印象全是英文 你没有就是你自己就依赖的中文什么 环境 就是读研究生的 在荷兰莱队读研究生的时候 第一年的时候 我还主要就限于就阅读 那种大学 就研究生的那个课本 当时我是 我是不满足的 就是我达到一个点 之后我发现 我已经不满足就阅读这个课本化 因为课本化的话 你必须很熟悉 那个套路 你东西知道 所以它有助于你去理解整本书 在我就是在荷兰读博士期间 我是自学学那个 就编程 就我现在从事的职业 是我自学的 那些自学变成我一开始是上的一些 在网上看全都是英文的 包括我买了很多 算法的书 包括摩世勒念的书 还有包括数学书 因为我大学是学医学的 所以就没有学什么高等数学之类的 所以我买了很多高等数学 这方面的书 就是已经就脱离和医学不相关的一些书 甚至还有一些小说 我看小说不多 但是也买几本小说 因为就发现就是你只要进入到那个故事情节之后 或者是你学习一个技术 你只要就是 你知道你的目的是干嘛 你目的不是说去学习那个单词 你只是顺带 可能就你在反复读的过程 你顺带学习了新单词新人法 但是你主要目的 你的 purpose 看这本书是你要 比方看小北看一本小说 你是想 想欣赏他的故事 你看一个技术中书 比方我看一本数学书 我就想学数学 我只要达到个目的就行了 如果学习新单词 那顺带就是顺带效果 而我不会固定于就是 执着于某个单词我不懂 就没法做算题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 这真是一层一层的地益 当你养成这样一个看英文书的习惯 当你养成不去查用中英字典 这个所谓的就是你 长期以来习惯的拐杖 你把这个拐杖彻底扔掉之后 你的那个 默认的形式就是 你每次看到新单词 如果这个单词是真的是 牵扯到关键信息那个单词 你用这个阴影翻译 就勾勾设 达到这一层层次之后 就是慢慢的你会忽略掉 你看 这个书的语言是什么 它是中文啊 日文啊 还是英文 你的重心已经变成了 我为什么看这本书 我看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 我是学什么东西 无论是学习 算法 变成 财富 管理 所有这些东西 就是我是看 或者是看一个电影原生剧本 是在欣赏这个 这个剧本 如果当 人说会 很好奇 就是 你是看英文书的时候 如果你还回答 我是 我看英文书 因为我在学习英语 那书名你还没有达到 就我刚才说的那个层次 你还把你的注意点是 丰富是在 我是在看英文书 我在学习英文 不是 你要一定要达到一个地步 就是我看这本书是我在学东西 还不是在学习英语 英语 对我来说这个语言 根本就是次要的 这就好比是 你在作为一个中国人 然后我们在读一篇中文小说 你不可能朋友问你 在你为什么读中文小说 你说我在学习中文吧 你可能就说我喜欢这个小说 你要达到这个 就是已经没有语言 这个 没有语言 这个问题 还是在看 我为什么看这本书 我看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 我学习什么 然后和大家交流 你看到的东西 不管你交流入什么语言 但你看的时候 你是focus在这个书的内容上面 还不是停留在 这个书 是什么语言来写的 但我不可访认的是 就是我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出国在荷兰 那个 那个环境 也是帮了很大忙 其实更重要的是我外国的朋友 还有同学 但是呢 环境是 是 可能是帮助了 是促进了我 打到那个 就是加快了脚步 如果我同样没有出国的话 可能没有那个条件 就是没有那个 机缘 需要我去阅读一本英文书的话 可能我 真的可能如果我一辈子没没出国 可能我一辈子也不会 就养成这样一个习惯 这个确实帮了很大忙 但是他是帮助 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决定因素 为什么呢 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当时我在读博士的时候 当时有好多其他的 也中国 但是 基本上很多都是直接从中国 就国内直接过来的 像我在荷兰又读了硕士 来不太多 他们从国内过来 他们有很多就是英文口语也不太好 然后 也不习惯读英文的东西 有 有 有好多是 就是我一些其他的同事 还不是一个team的 他们都很惊讶 我居然 就是讲 在聊天 看的说都是英文的说 我当时 就是他们惊讶我 我也被他们惊讶到了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你都出国了 再读博士了 完了之后 你看说你要看中文的 就是他要学习实验的东西 他都看中文了 他们英文看不懂 我不说是看不懂 还是就是看到费劲 总之他们就一元 他们获取的一些东西 我不是说他们 应该说很多 不是说对 很多 就他们都是要依赖 非常依赖于中文 这个环境下 这个语言环境下 台湾高中 这个实验怎么做 怎么操作 所以说这个观念这个点 环境外在环境是一部分 但是这个就是他怎么样 你的思维 要转面起来 比方说 如果你是真的 认为 比方说想看一本书 就包括 假期的时候 我大哥给了我几本书 就有两本书 他的原作者都是美国人 上面写的 就是是翻译过来 所以当时 我当时给我这两本书的时候 我也看 然后我一看 有点 看了有点 别扭 因为他是翻译过来的 有些句子都翻译过来 都不通了 其实我呢就是去网上去找他的原色的那个英文了 然后又重新看一面 我觉得就是 有些书可能 有些书可能就是说你翻译哪怕你掌握在嘴去 但是好像就丢失了原子原味 如果你看到那本书他的作者原作者 他就是美国人或者是英国人或者其他国家的 如果看他本来他写这个书原有的语言 我就是最能获得他 最想要表达的东西 就比方说一个中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典剧本 西游记啊或者什么 如果翻译成英文 我估计 要是让我看我不会看英文的 我觉得就是 就是乱七八糟的 我要看中文的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我相信通过我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故事 我能够就是叫什么鼓励到大家 或者是让大家 大家坚信 我也是同一个 我不是说 从从小就开始 阅读英文书的习惯 或者什么 没有了 我上了中学 初中才开始学习英语 因为是在农村 包括我那个初中也在农村 上了初中才开始学习英语 我包括我来上海读书 那时候都和我同班同学都差一大截了 甚至老师也嘲笑我的发音口音 就是很糟糕很糟糕的 但是我也是就是 我也发现我糟糕 受到那个传统的那个英语的教育 更加就让我这个情况更加糟糕 等你坚信某一天 等你放开手脚 更加自由的 更加就顺着自己的 心去 去阅读 去学习 去说英语的话 你反正就没有那么大的束缚 当然其实除了这个 语言环境会有那么一点多的 还有改变你的思维方式 改变你的想法 就你只要大难去 其实是可以行 可行的 其实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身边的朋友真的还蛮重要 就对形成一种新的习惯 因为这个习惯也真的不是一天两天能形成的 对形成这样一个 看英文书的习惯 就是身边的朋友也很重要 我只想说我的那个墨西哥好朋友真的包容我很多 因为他英语非常好 他五岁就开始学习 美国的地道英语 他基本上英语和一个地道的 美国人没什么区别 所以我跟他是好朋友 我就不能 就什么 他差了太多 也为了就卖什么 就匹配一下 所以有这样的朋友的话我就会 自然而然 变成我的动力 我不是压力 是动力 因为他也坚信我 因为我觉得我的英语技术还很好 并且我很喜欢英语 所以呢 就这种是出现我的一个动力 就让我觉得更加 形成这样一个习惯更加快一些 然后我想说 就是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类似的朋友 他们也有比方说 越多英语说这种习惯 你多和他们交流 然后都和他们就是 花样时间都和他们在一起 慢慢你也会受他们的影响 朋友真的 有时候会起到一些 非常非常 就印象不到的效果 他们做的大保 就是有时候几十年 国内的那种教育方式 突然一刹那了 你会发现 土崩瓦解 是不可行的 而对朋友的那一套方式 反而更加适用 有朋友在我视频留言 就是说想 等下养成个阅读英文书的习惯 所以就特意 就为那个朋友 然后我做了这样一个视频 也希望就有更多的朋友 如果对此 也有兴趣的 然后也可以从我这个 我的个人故事中来 见见一下 或者当然也有可能 就是某一天 或者是在某一个点上 如果就是有这方面 爱好或者是倾向 要打着想要养成这样一个 习惯的朋友 可以就做 我们可以做一个 读书 一个group 然后带大家在一起 读英文书 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个 有个陪伴 的作用的话 也会起到一些 意想不到的效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